2023年6月10日美国参议员卢比奥表示 人工智能可能会摧毁大量白领的工作 并且竟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大家好,我是顾允琼博士 这个结论是当天美国中情局官员们给参议员们介绍人工智能当前发展风险时说的 会议的参加者是美国国防部的最高级官员们 会议得出的结论是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工作可能会集中在白领行业 而过去的机械自动化则大量减少了工业领域的蓝领工作 参议员表示,当前一些30岁左右的人通过上学掌握了专业知识并获得高薪之后 如果工作接着失去,会造成这群人非常痛苦,感觉被社会抛弃 进而造成社会不安 但不可否认,人工智能会带给资本家以及消费者很多有趣的东西 这让大家忽略了人工智能的危险性 比如,无人驾驶的确方便了乘客 但是接着大家想开出租赚钱都不可能了 无人商店也是如此 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失去了就业市场 我从事人工智能行业这么多年 我也很同意以上的说法 但是我也觉得,怎么带小孩照顾老人等 依然还是有很多领域人工智能没有突破 也是我们未来的就业和谋生方向 而且人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因为怕丢工作而拒绝技术进步是本末倒置的 3 3 4 -3 4 5 6 7 6 9 10